好的 相关话题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 我们把时间交给刘洋 刘洋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丽娜 我们看到伊朗试射中程弹道导弹 向欧美方面施压 同时释出善意要求谈判 美国方面对此尚未明确表态 中东的紧张局势可谓是更添变数 来看全球各大媒体 首先是韩国媒体韩联社 伊朗施压美欧 伊朗24号以改善射程和精准度为名 试射了一枚流星三型中程弹道导弹 这种型号的导弹 于2003年复役 可以携带一吨重的弹头 最大射程在1300公里左右 能够覆盖美军在中东的大部分军事基地 评论认为说 在美国加紧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 和军事压迫的情况之下 伊朗进行导弹试射 意再发出不会对美国做出让步的信号 同时伊朗还希望通过试射导弹 向欧洲国家施加压力 促使其为维护伊核协议采取切实行动 再来看伊朗媒体世界报 伊朗或进行更多导弹实验 看到特朗普坚称 伊朗必须同意对其弹道导弹项目加以限制 但是伊朗通过发射导弹的行动 明确表示 它将坚定地捍卫自身发展导弹技术的权利 伊朗国防专家表示 伊朗继续进行导弹测试 具有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意图 既是提高了其导弹部队的可靠性 又是显示了伊朗抗击外敌的决心 这是在伊朗与西方国家之间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伊朗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 做出的明确回应 伊朗希望美国了解 如果局势得不到缓和 伊朗将会发射更多的导弹 来看以色列媒体国土报 伊朗接受谈判 但不会投降 文章称说 伊朗在发射导弹的同时 也释出善意表示 会尽一切可能消除误会 无论美国是否重返伊核协议 伊方都会遵守伊核协议的规定 伊朗总统鲁哈尼也表态说 鉴于目前中东的紧张局势在加剧 伊朗已经准备好进行公正合法和诚实的谈判 来解决问题 在呼吁美国进行谈判的同时 伊朗还敦促欧盟积极发挥斡旋的作用 不过谈判并不等于是投降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此前暗示 在美国停止向沙特和其他 与伊朗敌对国家出售先进武器之前 伊朗不会接受对其导弹的限制 最后来看美国媒体纽约时报 美方反应克制 伊朗试射导弹之后 美国试图来淡化伊朗此举造成的影响 美国国防部的有关人士表示说 伊朗此次试射的导弹 没有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威胁 美国从特朗普把伊朗的行动解读 为试图与美国进行谈判的信号 国务卿蓬佩奥则表示说 愿意前往伊朗举行会谈 并且希望有机会直接与伊朗的人民对话 专家认为说 特朗普由于担心美伊关系恶化 影响国内选情而有所顾忌 而相反 与伊朗恢复谈判 可以稳定中东局势 保持油价的平稳 可以作为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一个成果 好 这部分也是这样把时间交换给尼娜 好 这部分也是这样把时间交换给尼娜 好 这部分也是这样把时间交换给尼娜